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 广义性的过敏性疾病 就是一般的过敏 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中耳炎等等 怎么样做自然疗法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去看这个西医的话 它大概就会开 抗组织胺内固醇给你 其实抗组织胺内固醇 它只是有一个压制的作用而已 它并不能让你全意 它压制久了 可能就一直吃药吃药 最后没有吃的时候会反弹 那么我们做自然疗法 是怎么样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呢 其实我们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帮你抽血 找出你的过敏炎 看你身体里面有什么抗体 第二点 就是你自己回家 你要避开这些过敏炎 第三点 就是我们要帮你修补肠背漏症 引起发炎的过敏炎物质 是怎么样进入人体的呢 其实不是经过呼吸道 就是肠胃道 我们一天要吃两公斤的食物 其实食物里面含有很多大的蛋白质 大的蛋白质就是过敏炎 它是不被允许进到血液里面去的 蛋白质一定要变成小分子的氨基酸 才能够进到身体里面 人一天要吸13.6公斤的空气 空气里面也是有很多蛋白质 比方说蛮啊 猫毛狗毛的这个蛋白质 也是不被允许进到细胞里面去的 所以说会有过敏的人 一定是有肠肉或者是肥肉症 也就是说过敏炎是不被允许进到细胞里面去的 如果你有肠肉肺肉呢 过敏炎进到细胞里面去 它就是会引起过敏 过敏炎一旦入侵人体 就好像一个国家遭受敌人入侵 这个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作战部队 就会起来抵抗 其中呢是由这个B细胞制造抗体 就是制造武器来对抗敌人 这些武器呢就分成五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IGG主管慢性过敏 IGG主管急性过敏 这个武器制造好以后呢 就交给肥大细胞来对抗敌人 这个我们叫第一型急性过敏 另外呢慢性过敏 就是由这个G10细胞负责的 G10细胞呢就会抓住这些绿色的过敏炎 然后把它吞进去 吞进去以后呢就释放出一些毒素 要把这些过敏炎 这个 签灭 那么如果过敏炎跟这个 免疫系统 肥大细胞 巨石细胞 作战的战场是在皮肤的话 就是造成这个皮肤的过敏 尤其是蜘蛛疹 如果作战的地点是在眼睛的话 就造成眼睛的结膜炎 如果在肺脏的话呢 气管的话可能就是造成气喘 如果在这个鼻痘的话就造成鼻痘炎 如果是在鼻子的话就造成慢性鼻炎 或者长了最后鼻息肉 如果是在这个 欧视管 这个是中耳 欧视管发炎的话呢 最后可能就会造成这个 中耳炎 接下来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治疗过的很多个案里面的一部分 像这个患者 他很快就好起来了 为什么能够这么快 几天就好起来呢 因为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他只是对猫毛跟蛮过敏而已 他只有肺肉症 他几乎对食物完全没有过敏 没有长肉症 那么我们就叫他不要跟猫一起睡 还有做一些防蛮的设施 像这一个患者呢 他也是十几年的过敏 也是很快就好起来 那因为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他只有长肉症 他就是对牛奶蛋 但凤梨过敏而已 不能吃 那不吃凤梨 不喝牛奶 不吃蛋 也就好起来 像这一位患者呢 他是被诊断 化膿性肝血 自体免疫疾病 他接受了三年的内部蠢治疗 结果不但没有好 反而变成月亮脸水牛肩 那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 其实他是对牛奶蛋 小麦黄豆 很多东西都有过敏 那我们的治疗方法呢 就是避开过敏炎 这些过敏的东西都不要吃 就吃这个正常范围里面的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结果他经过35天 就完全好起来了 后来就没有再复发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治疗过很多的患者其中一小部分 这个是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也是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是汗泡疹 经过治疗半年多也都好起来了 我们是怎样用自然疗法来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呢 其实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前面讲的抽血找出他的过敏炎 看看是什么东西不能吃 要避开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要吃这个Obega369的好油 每公斤体重药最少最少要吃到一细细 这个好油呢 就可以把这个肠肉症修补好 修补好以后呢 过敏就会好起来 谢谢大家收看